这一两年 我们的预测预警 预测预报工作 越来越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 最关键的一条 就是我们环保部门跟气象部门 开展了非常紧密 和足有成效的合作 确保到2020年的时候 污染防治 尤其是大气 污染防治资产空间站 能取得明显的成效 明显成效的一个标志 就是我们在135生态环境 包括规划里面 设定的目标一定要实现 全国338个地级城市 优廉天数的达标比率 必须达到80%以上 PM2.5不达标的城市 这个PM2.5的能度要平均下降18% 以15年为基础 同时呢还要为2035年 生态环境根本改善这个目标 要做好谋划 打好基础 一些变化 有一些改善 但是还不 为了解决好 金金季季周边地区啊 今年秋冬季的 大气污染防治的问题 我们环境保护部是 会同10个部门 6个省市 因为金金季周边呢 加起来是6个省市 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荷兰 行动方案 除了这个方案之外呢 还配套制定了 6个专项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呢 已经对外发布 并且我们环境保护部也 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进行了宣传 强化技术支撑 我们现在是每个市 都派了一个专家组 专家组啊 到各个市 来指导各地啊 来加强污染防治工作 加强统筹协调 我们正在推动啊 筹建啊 金金季 及周边地区的 大气环保机构 准备啊建立这么一个 开展这么一个大气环 一个区域的环保机构的 一些试点 做到6个统一